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阿比达 欢迎来到明路阵线 那么特拉斯认错道歉 但拒绝辞职 英国首相特拉斯上任不久后 推出一系列新经济政策 但内容令投资者信心丧失 不仅引发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 其民调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当地时间10月17日 特拉斯在接受BBC采访时 为其所推计划中犯下的错误道歉 面对民众反对党 甚至是同党议员的下台呼吁 他表示不会考虑辞职 将继续领导保守党参加下届大选 不过特拉斯刚刚任命的救火财相亨特 并未给他留足颜面 15日亨特在受访时就表示 特拉斯和前任财相科沃腾犯了错误 他们此前提出的经济政策 可能将会进一步被修改 17日亨特发表声明 宣布取消特拉斯政府 迷你预算计划中几乎所有的减税政策 我确实想要承担责任 并未所犯的错误道歉 特拉斯告诉BBC 我想采取行动 只是为了帮助人们解决他们能源账单上 解决高税收问题 但我们步调走得太远太快了 你英国有一条真正的一条道路 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道路 那就是引进中国的这个投资 和跟俄罗斯关系缓和 俄乌战争 不要记录的那么深 对吧 同样的不要那么心术不振 因为老北昨天已经讲过了 你现在这个英国 有今天这个局面 就是你的这个政策有问题 同样的作为一个 我说过 一个民主社会的一个典范 这个奥地利 那奥地利他既允许中国的运20 在这个奥地利起降 可以参加欧洲航展 他也可以代表欧洲去跟俄罗斯去谈办 到克里姆林宫 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 他可以去找普京谈一些事情 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说他的国家 日子过得很不错 小日子很不错 但是英国呢 你现在也沦为了一个边缘性的国家 也就老实一点 不要搞这些花花肠子 这个想要去对抗 你已经日泊西山了 欧洲这些国家 你看第一个大国是葡萄牙 对吧 后来是什么 荷兰 西班牙 法国 包括有段时间 这个意大利 包括德国 现在呢 真正就也轮到你英国了 你也盖像这些你们大航海时代的这些曾经的霸主 日波罗帝国一样 老老实实的 接受这个现实 就别掺和这个事了 越掺和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么昨天啊 老兵 跟各位已经讲过了 对吧 我说这个特拉斯啊 呃 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呢 他躲在桌子底下 啊 他其实那天他就在 啊 他躲在桌子底下之后呢 然后 哎 脚底抹油 像耗子一样的 逃跑了 那你这样的 呃 角色 这这样的胆小鬼 你怎么跟中国来对抗啊 你做一个政客 连最基本的 呃 应答能力都没有 连地图都论不全 还要跟中国来对抗 那么我也说过 呃 现在这个英国警方啊 正在紧张的 这个在 紧罗密鼓的在调查 我住曼切斯特总领馆的 啊 这个兜的事件 那么老兵已经讲过了 啊 呃 这个事情本身 他背后就不太健康 啊 这个事情是由你这个著名的 可萨啊 反华分子 图根哈特 他任这个保安 啊 事务大臣 是管这些啊 警察的啊 管这些安保 警察 安全的 管安全的 对不对 管国家安全的啊 你在英国 你们用BNO护照 把那些香港黑豹 搞到英国来 他们在英国 像流浪狗一样的到处乱窜 那么现在你把这些流浪狗组织起来了 然后呢 啊 指挥他们 疯狂的去超 去攻击中国的曼切斯特大使馆 对不对 这个事情不就是你特斯拉搞的一个 啊 对吧 搞的操弄的一个政治操弄吗 对吧 怎么你调查好了之后 然后然后干嘛 然后想把什么 中国的驻外这些外交人员都给驱赶出境 对吧 我们来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英国首相府是怎么讲的啊 那么 港联遭透露中国驻英总领馆为欧 英首相 深感忧心 那么 这个 英国的这个首相府啊 呃 非常的这个恶心啊 就说要彻查这个事情 那么其他的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啊 一些英国的一些反华议员 也是要求特拉斯来搞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中国的 驻曼切斯特大使馆 这个驻曼切斯特总领馆外发生这个冲突事件 北京领馆安宁和尊严不容侵犯 英媒称 一般 居英港人 世界16日前往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馆外抗议 期间有从事领馆内走出来的人 破坏标语 收尾者不满 双方发生自己冲突 中国外交部18日回应称 中国驻外使馆安宁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 据法媒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沃文斌在例行计则会上回应称 中国驻外使馆的安宁和尊严不容侵犯 他称 知识分子非法进入总领馆危害管事和安全 要求英国方面履行责任 加强对中国驻英使馆管事的和能源的保护 BBC报道 多名港人十六日到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馆外聚集 期间有人从领事馆内走出来 破坏标语并带走贴有中国文化主席习近平肖像的纸牌 示威者追上前去阻止 后来双方发生冲突 有示威者称自己被打了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之后向传媒表示 有关报道无疑令人深切关注 并指警方正在调查事件 因此首相府不适合作出这个评论 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馆接受BBC中文媒体采访时 他们对一小撮港独分子未经批准 在领馆外聚集 并悬挂侮辱中国国家元首的画像 表示强烈愤慨和进局反对 并要求英方确保我领事机构和能源的安全与尊严 啊 你这个没有这个 那这个事情就是 已经可以说是很明确了 怎么叫做很明确呢 你这个 就是他们过来这个集会啊 他是要要经过批准 大家要知道很多一些反贼啊 包括一些啊 天天嘴巴里喊要自由民主 民主自由 要宪政要选票啊 这样的人呢 他其实不懂这个这个老外 就是说在国外啊 你不是言论自由的啊 他们都说 国外言论自由 国外言论自由啥呀 你现在去 你现在在网上公开的去啊 攻击这个LGBTQ 你去试试看啊 你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或者你现在公开的啊 这个辱骂他这些国家领导人 然后啊 并这个说一些很 这个措施强硬威胁的这个话 你试试看啊 你是什么样的下场 我跟你说 国外这一点比比国内科要严格的多啊 你比如说 你在国内你骂人什么的 可能不会受到很严重的这个惩罚 但在海外你你骂人对人身进行攻击 尤其是在网上公共平台攻击 你被对方 因为他们那边律师律师很发达 他到他能告的你啊 倾家荡产 这个都是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在海外并不是那么的言论自由 而是说你这个说话都是有这个界限的 如果真的有言论自由 如果真的有这个啊 而且包括还有一个 还有你的这个所谓集会 也是要经过跟警察局申请批准的 否则都被视为非法的 你像这个法国巴黎或者英国哪哪里 爆发这种因为能源危机爆发这个示威 对吧 你没经过警方批准 警方他就会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英国对吧 英国皇家骑警 骑身马从啊 著名的一个片段 从这个示威者头上踩过去啊 踩过去 这就是你没有经过批准 你经过批准 你经过批准 大家要知道你去任何的 使领馆啊 这个大使馆包括这个总领馆去抗议示威 你得先跟当地警察申请 当地警察他会通知这个使领馆 说他们有人会过来这个抗议啊 你们就是注意安全 他会有一些提醒 那有的网友就不知道了 那英国跟中国关系这么差 或者美国跟中国关系差 那他们为什么要通知我们 我们有外交关系的 你这些在北京也好 在上海也好 所有的驻外总领馆外面都有武警站岗的 我就拿上海举例子 北京大使馆我们先不说 你就是上海的这些 什么英国总领馆 哪怕你是一个 这个鄙视国的 一个总领馆在上海 门口都会给你配两个武警 或者说你有些国家小 那这一片 那配一些武警在这里巡逻 不是说随随便便 随随便便什么 什么就是说给你能够进 就是说这个是又配武警的 那级别非常高 那在英国他们又没有这个武警 他们没有这个站岗放哨的 那只有说警察你在这边搞 那这个警察他会过来 对吧 他不是说真正说你讲的 什么意思 我这个集会自由 那不是这样子 你集会是可以自由 但是你得先打申请 你们的抗议内容是什么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这个你都要讲清楚的 那么现在还有一点 很明确 就是说已经证实了啊 他们是未经这个批准 这些港独分子 闯进这个总领馆 这个你这个就是你英国在在失职了 那如果说我老病来 带两个煤气罐 我他妈逼把你把车子直接开进英国驻上海总领馆里面去 我们武警如果不拦的话 那这也可以的呀 因为你们没有拦 你们没有 你英国警方没有起到好的这个作用嘛 对不对 你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你你这个这些安保你是要有的 否则的话啊 那你驻我的大使馆跟总领馆 你这安保我武警也就撤了 对吧 那谁今天对英国不爽 我进去直接就就闯进去 就就就盖你去了 照着你他妈英国大使脑门上 他妈拿铁棍他妈的夯夯你去 那铁棍他妈的撬你脑袋 那这个可以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就是英国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我说这种事情啊 就是英国没到没到位啊 他也就是故意的嘛 你这个图根哈特去管这摊子事 我操 那这个背后难道没有这个阴谋吗 难道没有这个转移失线的这个因素 在这个背后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中国外交部也是明 就是说讲得很明确了 你这个东西啊 我把东西拿走 BBC也说东西拿走了 你追进来 对吧 我就算扒了你的衣服 你也不能追进这个总领馆 这东西是进去 你不能开玩笑的 你还跑进来来 来这里抢 是不是啊 那你这个有点过分了 你被挨揍 你也是很正常 而且嘴巴里不干不净的 香港人跟台湾人 嘴巴里最爱不干不净 没有礼貌 没有素质 没有教养 老师跟爸妈 爹妈没教好 啊 当然了 如果说交好了 也不会他妈的背叛自己的祖国 跑到英国去当流浪狗去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我们大伙已经啊 看得已经是还是挺明朗了 这个对这个事情啊 确实确实 我们必须得支持我们啊 使领馆工作人员的正当防卫 对于这些这帮小子啊 千万不能够这个手软啊 该他妈扁就扁 该做就做啊 因为你这个太过分了 对吧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你中国人在海外 老兵就讲了 你真正丢亚洲人 丢中国人的脸是谁 不就是这些台湾人跟香港人吗 他们你们 你们不认同 你香港人不认同 说香港要独立 不认同是中国大陆的 你台湾不认同 说两岸互不隶属 对吧 但是在人家国外 人家就是把你归为一类 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人 你在那个地方 做这些逼事 我跟各位讲老外啊 很多老外 我跟你说 他们是最瞧不起 看不起自己国家的人的 他们也瞧不起这种 老是说谦虚话的人 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 你讲话 你要这个谦虚一点 对吧 但是在海外不是这样的 你就要高调 你明明没啥雕本事 你也要装得很有雕本事一样的 这就是他们那个社会 它是跟我们是两套思维模式 所以说你要知道 很多在这个频繁来 往返于国内国外的 他都要切换这个 为人处事这种模式 大家懂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 在两头跑 出过国两头跑的人 他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人家就是人才嘛 这就是人才 你这套游戏规则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你在海外 你像香港人这样子做这种事情 其实更加被人家老外瞧不起 瞧不起你东亚人 瞧不起你中国人 原因就在于这里 哪个国家天天像中国人一样 天天干自己国家的 当然中国人口比较多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但反过来又讲 人家印度人也那么多 当然人家印度怎么没有干这样的事情 说明还是这些人不行 对吧 还是我们一些 这个 对吧 教育也没到位 要更加要到位 对香港人的教育 对吧 咱们都懂 就是要来一些 强硬的一些手段 你才能他懂事 好吧 感谢各位收视看 我是老板 欢迎来到视频简单的电视剧 谢谢